关心的是男子吕介敏被控在2000年杀害女友 不过当时因为缺乏凶器等直接证据 一二审都是获判无罪 后来更审是以没有通过测谎 被害人遭咬伤的咬痕齿裂是跟吕她来相符合 有间接证据认定她有罪 判刑13年她也在2010年入狱了 不过高检署收到她喊冤的信 也觉得全案是有疑虑 重新采集了她唾液跟留在死者胸部的凶手 拖曳比对发现不相符 所以高检署呢申请再审 台湾高等法院昨天裁准再审 也成为检察官为被告利益申请再审成功的首例 而入狱服刑四年的吕介敏 昨天不出监狱时只有简短说被冤枉一定清白